大家好 今天是1月12日 星期三 市在上周四出现了一个转角市 记得吗 上周四指数曾经低见 22,709点 但之后是倒升收市 属于一个单日的转向 到上周五指数进一步上升 而且回到10天和20天线流上 即是周四有机会捉底之外 周五已经出现一个初步转稳上升的势头 至周一至周二至今日 连续在高台上发展 不用说了 今天升势更加凌厉 今天早上先高330点 到24,069 之后一条气升到24,383点 换句话来说 指数已经成功进一步回到50天线流上 目标将会直至100天线 大过在24,666点 不过要补充一句 指数没错 走在12、15天线流上 但成交金额就有少少不太配合 不过我在想 这一阵的上升是由汇控 中移动 中行、公行、建行、平保 以至后期上回来的 邮帮即是传统南筹的拉动 直至今日 新经济股才有少少看头 这阵市的升势应该不是一种弹散事 应该可以延续性 不过高追的都会慎防高台的反复和回吐